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这样就好了 或是有些人觉得我一定要这样子比较有力 那就高一点也无所谓 所以今天我要教各位的东西是 只是一个基础的方向 所以并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做 只是各位可以更有去感觉到 我到底该什么位置去做下端 以及到底什么样位置的感受 才是真正的上端的顶点 首先我们先把准备动作给站好 那在站好上端的时候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待会我们讲上端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你的右脚右宽的这个动作 是能够去尽量有支撑住的感觉 这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你在待会做上端的过程中 你的这个右脚膝盖外翻 或是臀部又过度的旋转 你就很难可以去体会到 这种紧绷的一个扎实的扭力 好 那现在我们讲到上端上半身要注意的地方 当我们在设定好的时候 各位去想象你的球肝头跟你的胸口 想象有一条线有一个距离 而这个距离呢 在上端的过程中 尽量都是保持一样的 那当然重点是在于你可以稍微延伸 是可以的 但是先不用让它这么复杂 也就是说 不要让你在上端的过程中 你的肝头跟胸口的距离就开始已经变近了 所以如果说你看我有手腕的动作 当然我一这样做 这肝头跟我的胸口就马上变得很靠近 所以待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右脚站稳以外 你要去注意想象感受 你的肝头跟你的胸口的这个距离 在上的过程中 都尽量能够去维持同样的这个距离 然后一直不断的去坐坐坐坐坐坐 坐到你觉得宽有点紧的时候 这个时候相对的同时 你的右手动作当然会在一个正常自然的情况 会开始有这种曲腕曲肘的一个动作 所以关键就是在于 当你觉得你球肝肝头跟身体即将要靠近你的时候 在一个自然情况 你就必须要去感受你的下半身 已经要开始去做重心转移的这些动作 去做下肝 现在呢 我再示范一次慢动作的方式给各位看 去呈现教练想要表达的东西 也就是当我们在设定好的时候 教练在上肝的过程中 去感受肝头跟胸口 尽量去维持同样的距离 但是在一个正常逻辑的情况下 我们继续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当然看到所谓的这个曲腕曲肘 可是当你去感受到这个曲腕曲肘的时候 也代表你的肝头其实怎么样 会靠近你的胸口 也就是这个距离就变短 当你感受在变短的时候 已经开始变短时 你的下半身就要感受重心会是转移的 其实这是很容易去感受的 所以呢 现在呢 教练再做一次 各位仔细看啰 当我在这样子 我先慢慢的去这样子 想象我的胸口跟这个肝头的距离 是不变的 我这样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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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时刻我的下半身感觉 我的宽已经是很紧的感觉 当我在继续上的时候 我已经去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可以感受到 我在继续上 当然我的曲腕曲肘 我的肝头是不是已经要靠近我的身体 可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已经感受到 其实肝头要靠近我的身体时 因为我继续转动的 反作用的压力 已经会让我的重心 很自然的去产生 已经要过来的动作 所以之前教练就有说过了 其实我们上肝 还没有到所谓的顶点 有停住的时候 我们的下半身 早就已经开始有带动的动作 而手部的动作 其实还在持续上升 而带动才会下来 所以你一旦去做好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你能够在上肝过程中 去感受到肝头即将要靠近身体 其实此时此刻 你的重心去微微的去体会到 你下半身就已经开始有 这个动作 你当然就顺势的 把这个力量给去带过去 你能够把这个动作去练好 你同时也可以去感受到 你的下半身动作 跟上半身有没有配合好 你就可以知道 你会不会容易打伸 如果你下半身 能够去带得过去 做得好的话 基本上就能够 很轻易的去通过球 所以现在教练呢 先示范一个 就是慢动作的方式 去给各位呈现 我们设定动作站好 你可以先小小动作 慢慢的去做这个转动 去感受你的手跟身体的距离 还是没改变 当你继续转动的时候 发现好像已经紧紧的感受 宽的位置 你会去感受 在继续上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点 已经要趋晚趋轴 而此时此刻 你可以先停在这 去感受 你右宽紧紧的时候 再继续做上的 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你的重心 就已经有一点点靠过来 然后就顺势的 把它给击球下去 你的动作可以先不大 好 现在教练呢 先示范一个慢慢的 所以我慢慢的 转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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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紧紧的 这个位置上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刚刚这个动作 我感受我在上的时候 我的重心 其实就已经开始 靠过来去带动我的手 所以可以从这个慢动作之中 去慢慢的练习 你开始觉得你越来越熟练 你当然就可以去动作 开始越来越 就是顺势 一次合成 好 现在呢 教练一样 做小小的 但是不分解 所以我去感受 远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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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感受 其实我手在弯起来的时候 我的重心早就已经开始 有带过来的一个动作 去打出这颗球 当然还是要看 个人每一个人延展性的不同 有些人可能觉得 他转到这边 还是可以继续旋转 不会有这种紧紧的感觉 那就当然继续转 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另外一个注意的地方 就是当你觉得肝头 跟身体要靠近的时候 感受他好像已经要靠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所谓的重心过来 此时时刻你能够做好的话 相对也能够去很明显的看出 刚刚教练在做的时候 会有这种延迟的一个 下肝的一个动作的给出现 就也可以去避免各位的提早释放 现在呢 教练呢 再出一点点 好不好 出一点点力 我们来看看 一样教练去感受 好像杆子快要靠近我们身体 教练就把这个力量给带动出去 紧紧的感受 OK 好来 预备 OK 我感觉我伤感很短 但是我的速度反应 整个连接度 连接性是非常感觉密集 很恰好的 以上就是建议为各位分享的教训影片 喜欢我的影片加加订阅按赞 加分享 追踪我的粉丝 网友记住我的IG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